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应该就是最后一次lecture部分的课 再来就是期末考还有final project的报告的部分 今天我们主要来跟各位讲一下Vision Transformer的部分 那在进入Vision Transformer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前面讲这么多的commodational neural network 它本身事实上也有蛮多这种不是local的这种operation的部分 那一个最我们之前比较常看到的这个例子 就是这个Squiz Citation Network的这个部分 那各位应该还记得 它其实就是做一个所谓的channel attention 就是把你这个feature map 它就做一个global average pooling 然后经过两层的这个福利卡内层 然后做这个moid 那么来到0到1 那其实就是算 因为它等于是把每个channel 的一个feature map 把它直接取一个平均值 取一个平均值 然后看各个channel之间的关系 所以它等于就是得到一个channel的attention 所以这个就是channel attention的部分 所以它这样子 你就可以看到说 它其实就是看到整个feature map的一个质的这个彼此之间关小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global的这个 也算是一个比较global的一个operation的这个部分 那类似的其实还蛮多的 那其实我们觉得并没有提到 那这个是所谓的gather excite 那整个结构其实跟这个scnet还蛮像 还蛮像 那只是说它变成是在 也一样是作用在这个feature map上面 作用在feature map上面 那只是它这边是做一个这个pooling层 变成一个比较小的一个 变成一个比较小的 然后去算它的一些 也是有点算这个tension的部分 然后再跟原来的这个做一个相成 然后再resize到原来的这个大小 所以这也是一个 有点类似的这个作品 然后另外在convolution里面 其实还蛮多这些lilicoco的这个 类似的attention的这个部分 那在我们前面其实并没有提到 那呃 那像这个的话是所谓的bottleneck attention module 那它这个其实是包含上面的这一个部分 上面这部分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看到的那个 scnet的那个 因为它这边就是做global tooling 然后再做fooly connect 然后经过sign mode 所以这边就是做channel attention 那通常跟channel attention搭配的 会做这个spatial attention 的部分 好 spatial attention的部分 那spatial attention的这个部分 好 那它spatial attention的部分 我们顾名思义 它基本上就是在你的这个spatial的 这一个sy这个层去做 好 那你要在sy这层去做的话 那你的channel数如果很多的话 当然计算就会有点吃不消 好所以所以它这边呃会先把你的这个输入 先经过一个一成一的这个convolution 把它的这个呃channel啊 把它稍微缩小一点 把它缩小一点 然后后面接两个三成三的这个 这个dileted的这个convolution 然后再做一个呃一成一的这个convolution 然后再把channel还原回去 跟你的这边的channel attention把它给两个相乘起来 所以它这是spatial attention加上呃 spatial attention加上这个channel attention的这个呃部分啊 channel attention对 所以呃 因为spatial attention 你等于是要做的事情 是希望是可以看到你的这个呃 feature map上面哪一些是比较重要的 会再highlight一次 会把重点的这个再再抓出来一下 好 所以所以这个呃 两边两边来搭配 两边来搭配 好 那不过spatial attention的这个计算量 相较于这个channel attention的计算量就就大出蛮多的哈 因为它是作用在你整个 尤其你的feature map很大的时候 这个计算量就会就会比较比较大一点 那另外一个呃 做到这种属于这种non-local的部分哈 还有一个我们之前呃 最早最早提到的这种NLP哈 福利康内层的这个部分 它其实也是啊 谢谢是 那只是NLP的部分 我们在前面有跟各位介绍过 NLP的这个部分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如果作用在影像的话 因为影像的size很大 这边整个展开来的话 那你整个的参数量和计算量 其实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呃 讲到Vision Transformer之前 我们大概会看到的几个呃 啊这种啊这种non-local的一个 也就是他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receptive field的这种呃 直接就可以做的一些方法的这个部分 那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介绍这个Vision Transformer 那我们在呃前次的上课的时候 我们有跟各位介绍到用在这个呃 自然影院处理啊 NLP里面的这个 这个 transformer的这个部分啊 那因为他那边用的其实效果还蛮不错的 所以就有人想说欸 可不可以把它用在这个影像上面 影像上面 所以呃 所以这个是呃 他们做出来的 做出来的这个部分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最早做出来的这个 这个是用在ImageNet上面啊 ImageNet上面的这个 最早的这个是这个 VIT啊 这个这个大概是第一篇 第一篇呃 比较正式 呃 拿这个transformer的这个架构 用在Vision上面的这个 呃 部分 那其他的这些一大堆这个 都是不同的这个 变形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 各位看一下这个呃 你的我们的参考点在哪里 参考点主要是下面的这两个 这两个是CNN的这个结构啊 尤其是最后这个是EfficientNet V2 EfficientNet V2 那基本上应该就这个了哈 这个 EfficientNet V2 好所以呃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早期一点的资料哈 早期一点的资料 所以呃 你会看到这边的ImageNet的这个 呃 准确度 哎 好像这个还比较高一点 那我们后面看到这个呃 其他的这个呃 做出来的这个结果哈 那呃 成former的这个有的准确度 事实上会超过这个CNN的这个 呃 部分了 那呃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个 这一页投影片事实上是我们在 应该在九之二最后 最后一页的 我们把这把翻过来而已 那呃 我们要把这种self tension 的这个用在这个Vision上面哈 Vision上面 那是怎么用哈 Vision怎么用哈 那基本上呃 每一个Pixel哈 我们是就是把它 会把它当做一个Token 那为什么叫做Token 因为这个是在 从自然语言处理所带来的一个 呃 名词 因为在自然语言处理你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我们就是一个这个Token 这个Token 好所以在Pixel 呃 影像这边哈 那每一个Pixel也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这个Token 那传统上来讲 Convolution哈 Convolution的计算是什么哈 因为我们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哈 就是你这个三乘三的 这边跟你的影像做相乘相较好 所以他等于是在一个很小的这个window里面 这个window里面去把你的这个呃 这个window里面的这个Pattern把它给认出来 认出来那因为你的kernel的这个关系通常都不是很大 通常不是认 所以就代表你所看到的这个任的这个Pattern都是一个比较小范围的啊你你很难做到呃不是这种 嗯嗯 nose Local的这个呃 Pattern的这个部分 所以如果你要做到更大范围的 不是local的这个pattern的这个辨认的话 那我们之前的做法都是要做什么 就要把它跌得很深 就把它跌得很深 所以这个是我们之前在convolution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子做到比较大的这个pattern的这个辨认 我们是靠跌很多层来达到这个部分 那self-tension或讲transformer里面 那基本上它也是把多个pixel的值 把它给累加起来 只是它累加的这个部分 这个不只是局限于local的pixel 它是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范围 所以比如说你在辨识这个大象的时候 那它的这个身体的躯干 还有它的四肢这些 比较重要的这个部分 就会都被它整个一起抓出来 所以这个是self-tension的这个部分 那整个来讲 整个来讲 那CNN它其实本身 我们在最早跟各位做convolution介绍的时候 有介绍说为什么可以 会发展出CNN的这个结构 也就是它事实上 引进了一些我们人在认知的时候的一些 观察的一些重点 比如说我们有提到CNN它有什么特性 就是会有所谓的translation invariance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你不管你的filter移到哪里 它事实上都会抓 都可以抓到相同的这个pattern 然后它也都是比较局部性的 都是看局部性的这个部分 那这些特性 这些特性都是 你身来讲就是convolution本身的一个 所谓的先硬假设 先硬假设 我们就等于就是你在做这个model 用这样子的layer的时候 我们就假设它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所以这个是如果我们讲的比较术语一点 这个就是所谓的inducted bios的这个部分 inducted bios的部分 那这边inversions的部分 我想我们就不用特别去讲 它就整个都是一个local的这个operation的这个部分 那这样子的话 对我们的这个model来讲 它其实有什么好处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后面其实会看到 我们看到CNN这样子的一个好处 它带来的是你可以用比较小的一个model size 还有比较小的一个data的量 你就可以学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performance 比较好的performance 那这个如果连接到我们在最前面跟各位提到的 就是说你的deep learning的model deep learning model 如果你要让它学的比较好 但是你又没有那么多的data size 或那么多的capacity的时候 如果你给它一些适当的什么 工人智慧 工人智慧 也就是有些鲜艳的假设在里面的话 有些鲜艳的假设在里面 那你事实上可以降低它所需要的资料量 还有降低它的capacity 降低它的model的这个大小 所以CNN在这个部分 它的这样子的一个鲜艳假设 这两个的鲜艳假设 那事实上是非常符合影像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的影像本身 它具有这种local的这个特性 主要都有这种local的特性 然后有这种translation environment 所以这个是针对这种影像 在做这个处理的这个部分 那transformer而言 它相对而言 它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鲜艳的这个假设 它并没有这样的鲜艳假设 它也没有这种local的这个特性 那transformer而言 它是有什么特性 它是permutation environment 也就是说你的输入的这个顺序 所以你把它完全调换 完全把它打散的时候 对它的结果是完全一点影响都没有 影响都没有 因为它都可以看得到 都可以看到 所以 那transformer在做的时候 它就很不太擅长处理这种影像的这个资料 因为影像的这个资料都是一种2D的这种 比较规则的这种资料 那transformer在做的时候 它都是处理这种所谓的sequence的这个资料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都是用在NLP里面 这种sequence 所以等于是要 所以你要处理影像的这个资料的时候 你就要先把它摊平成1D的这个部分 但是你我们的影像其实都蛮大的张文 一旦摊平成这个1D之后 这个资料量就 就很 就很大 那就会 你的这个计算就会就会爆掉 就爆掉 所以 所以 为什么NLP transformer在NLP 这么成功之后 过了好多年才有人 把它用在Vision上面 那其中一个原因当然就是 你直接展开来 直接套用在Vision 影像上面的话 它其实会面临这样子的一个计算量 会爆掉的这个问题 那后面我们就会来看 到底是怎么样子解决这个部分 那基本上Vision的transformer的部分 主要用到的都是它的encoder端的这个 部分 encoder端的部分 因为 decoder的部分主要是给这个NLP这边在用的 因为它是 比如说你要做这个 语言翻译 那你才要再得到另外的一组的这个句子 你才会需要用到decoder的这个 那如果你是做影像分类的话 其实我们 拿encoder去萃取这个资料就可以 这个是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NLP用的transformer的这个部分 那你的输入的这个部分 输入的部分这个每一个字这个就是一个token 我们顺便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名词 在NLP里面这个这个会把它切成一个一个这个叫做token 然后你要喂进去的时候我们会先把它转成embeding 用embeding做一个转换 embeding做一个转换 然后再加上位置的这个资讯 然后转成一个sequence的这个序列型的这个资料 然后你经过先我们会先做这个layer normalization 然后再加上multi-cad的self-tension 然后这边一层 然后这边我们再加非线性的这个部分 NLP NLP的部分基本上就是两层的这个fulycon内层 所以这个是整个transformer的这个encoder的架构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第一个这个用在影像分类上面的这个transformer visiontransformer就是这个 这个google提的这个vit 那他怎么解决掉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问题 刚前面讲的问题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transformer把它用在这个vision上面 如果你是整张影像把它丢下去的话 那展开来这个太大 因为transformer的这个计算量基本上是平方 attention的部分是平方倍成长 所以这个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VIT里面 他的做法是会先把一张影像 先让一张影像把它切好 切成16x16的这个 那这样子就变得 那这样子就变得你的这个要计算的这个部分就就比较小一点 你这样子的一个page 然后呢那我们这个是2D的是影像部分 那那我们要丢到transformer以前 那我们要把它转成sequence的这个资料 转成sequence的资料 所以这边就会类似我们在做这个NLP一样 所以我们会先做一个projection 类似做这个embedding 刚刚看到的word的embedding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你把它转成embedding之后 你就得到了这些1D的这个资料 那这1D的资料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最后我们要做分类 要做分类 那我们分类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把每一个这个 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个0,2,3,4,5,6,7,8,9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这个类别的这个部分 也是把它变成一个embedding的这个vector 跟我们的这些patch把它给合并在一起 合并在一起 然后一起丢到我们的transformer的这个encoder去 那这边就重复几个 重复几个 可能要叠几层 然后最后 最后我们再把 刚刚看到我们刚刚这边学到的 最后这边会得到这个class的这个 这个embedding的这个vector 再经过一个annualp层 nlp层就得到了我们最后的这个结果 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这个 这是比较详细的这个图的这个部分 那首先我们来看比较简单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这个transformer的这个部分 transformer的部分 这边的这个结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那个nlp用的这个transformer结构 也就是你这边输入这边会先经过一个leonormalization 然后我们算他的self tension self tension 所以这边会分别去算出这个qqv去算 这样子 然后加上来 然后这边再经过一层LN之后 再接一个NLP 那这边NLP就是两层的这个福利康内层 然后中间的activation function用的是GULU 那用GULU的原因是因为 本来这个NLP里面用的就是GULU 所以他就直接把它拿过来使用 那这边self tension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前面有 在讲NLP的时候有讲到 你就会先每一个这个输入呢 会先经过一个矩阵 先经过一个矩阵 得到它的这个QKV的这个部分 然后做先Q和K做相乘 Q和K相乘 然后再经过SIGMAO 再跟V相乘 然后再最后整个Concrete 再在LINEER层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部分就跟我们前面的是 一模一样 然后只是把这边重复画一下 好 那我们比较细部的来看一下 细部来看一下 整个VIT的这个做法 VIT的做法 那这个是我们的输入 输入 那因为是用在那个 Image NET上面 所以这个输入是一个24x24x3 3个Channel RGB3个Channel的这个输入 那我们首先 首先先把它切成16x16的这个大小 然后不重叠 不重叠 然后呃这边这边呃就要做这个Embedding 做Word的做Embedding 那在NLP里面会做 因为它是要转那个文字的这个部分 要做Word的Embedding 在影像这边 这边的Embedding呢 就直接用一个这个Convolution层 VIT这边它是用一个Convolution层来取代 那这边的Convolution层呃就是跟我们配取的大小 呃是一样 你的配取是呃16x16 那你的Kernel就是16x16的大小 然后Swipe16 也就是不重复 不重叠的这个状况 好那你这样子切之后 那你的224x224 把切成16x16的话 你都会得到14x14个这么多个配取 这么多个配取 这么多个配取 那每一个配取啊 每一个配取 呃 那每一个配取的 这个这个 这边是14x14个这么多个配取啊 那每一个配取的大小 每一个配取的大小是16x16x3好 乘起来就是768好 768好把它摊平 把它摊平 把它摊平 好然后我们再把14x14这边再把它给摊平 就变成是196x768 这样子的一个sequence 整个sequence 那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把这个影像 影像的这个部分 把它sequence化 把token 把token化 所以这个是影像的这个部分 然后接下来我们呃 再进入到encoder 去萃取这个feature之前 那因为我们要做影像分类 所以我们这边呢 就我们有768好 768个好 那我们每一个每一个这一个呃 每一个这个好 我们都加上一个这个class的这个token 跟这边做合并 跟这边做合并 做合并 然后那一样我们跟NLP一样 我们也要再加上这个位置的这个资讯 所以这边也是做一个position的这个 embedding的这个部分 那那VIT用的position 跟NLP那个时候用的是一样 就一样是这个sign-soing的这个 呃 方讯 把它套进来 把它加上去 好 然后呃 在丢进encoder之前 它这边有一个dropout的这个部分 那那这个呃 encoder就重复12次 然后最后出来的这个结果 我们经过一个ln之后 ln之后 那我们就把 就会得到197乘768 197乘768 也就是跟这边 这边后面这边合并出来的这个数据 然后这里合并 就是你的class跟你的patch 这边合并出来的这个数据 一样会得到这个大小 那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只要把那个属于class token的那个部分把它拿出来就可以 剩下的就把它丢掉 剩下就不需要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 这边的这个class token的部分 在经过这样一连算之后 他就学到说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 好 所以就把这个东西再丢到这个nlp里面去做分类 做分类就可以 所以这个是vit的这个结构 vit的这个结构 好那这个encoder的这个结构跟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是一样 也就是这边进来ln然后subtension 那这边训练的时候会加上dubbal的这个部分 然后后面再接lnlp 然后dubbal的这个数据 那nlp的部分就是两层的这个 linear layer 那linear layer其实它 这个部分实际上做起来就是一个 就弗里扛内层 那弗里扛内层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一层一 这个就是一个一层一 这个一层一的convolution的部分 好然后这边用到的activation function GLU是这个 Gaussian Arrow Linear Unit 也就是这个蓝色的这条线 蓝色这条线 也就是在这个 负的靠近零的这个附近这边呢 还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值 然后比较远一点的这个部分 它就基本上就是趋近于零 也就是在零附近这边会稍微再多保留一点点的这个值 会有些提度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GLU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问题 关于这个VIT的这个部分 好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VIT它这个到底学到什么东西 我们先看第一层的这个部分 那这边这个是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这个SNET的第一层的这个convolution 那学到的这个filter 那我们在前面有跟各位提到过 你的filter学的时候 filter应该怎么样学是比较好的 是比较好的 最好的filter应该是你的每一个filter最好都长得不太一样 那这样子你可以萃取出最多不一样的这些多样化的这个特征 这样子的filter是比较好的 这个部分 那所以你会看到说随着你的这个深度一直增加 它基本上是一个线性的成长上去 好那你要这边到24层的时候 你看到的这个范围就是到5450乘50的这个大小 好所以你要你要看很深的时候 你就要跌很跌很深 就要跌很深 那我们在前面CNN的时候 我们为了加速它的这个receptive 看的这个范围 我们基本上采用了几个方法 一个是什么 一个用dum sample或是pulling pulling的这个方法 因为你每经过一个pulling 你就是两倍扩张好 两倍扩张好 所以它就会变成是一个指数型的 增加你的receptive的这个方法 不然你完全这样子线性的这个增加上去的话 你的那个要跌的成数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深 才有办法看到非常远的这个部分 好所以这个是convolution的这个部分 那你会发现前面层的部分 它其实就能够看的范围就真的很有限 所以这个是convolution 它的这个运算本身是一个local运算的这个部分 但是如果是VIT Vision Transformer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的A轴的部分 是你的网路深度的这个部分 Y轴的部分是 它能够看到的范围 那你可以看到说即使在第一层 第一层 第一层 它能够看到的范围就是它整个的 global的feature的这个范围的这个大小 那当然随着你的深度越深 它就会慢慢收敛到比较大的这个 receptive field的这个部分 但是对VIT而言 这种global的attention的话 因为一下它整个就是都看到 所以即使在你第一层 它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距离的一个feature 这个global的这个特征 其实就已经都可以抓得出来 所以这个是VIT的这个部分 那给各位看一下它做出来的这个效果 这个是不同的这个影像 然后我们看它的这个会关注到的这个部分 所以都是一些比较最主要 我们会拿来做特征判断的这个部分 有些特别highlight的这个部分 那这是它做出来的这个 有一些参数量 还有head的这个大小 那这边大概可以给各位询问一下 那基本上它训练的时间 训练时间 这边我们跟这个 这是Resnet 152 152乘四倍 等于宽度在四倍 那这个训练时间要到9.9K TPU的code date 的这个部分 但是用VIT 前面这几个是VIT 它训练时间都还比这个要来的小 那这个部分某方面就是代表说 因为VIT的这个计算 它的self-tension计算 它基本上是都是这种 矩阵 矩阵乘法的这个计算 那Google的这个TPU 它其实本身就是专门为了这种 矩阵计算的这个部分 所以它非常适合在这种 加速器上面做平行化 它的平行化的这个效果 其实上非常的好 所以它的训练时间其实并不见得会变得比较差一点 反而是更更短的这个训练时间 那我们讲完了第一个这个 Vision Transformer的这个部分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这个VIT的部分 我们稍微做一些比较更深入一些讨论 然后我们来看后续的一些 大家的一些改变和改善的这个部分 那首先我们来对比一下CNN跟Transformer 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差距 第一个CNN它基本上是Shift In Barrier 但是Vision Transformer不是 然后对比的就是Vision Transformer 你把它的这个位置 叫做一些交换 做交换 它其实是不会改变 但是CN这个不是 所以这是两个最大的这个不同 然后CNN的计算 主要都是local的计算 因为它的filter都是这种比较小的 三乘三啊 五乘五或七乘七的这个部分 那Vision的这个部分 Vision Transformer的部分 它就不是 如果它是比较local的计算的话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切page 把它切成一个比较小的一个 16乘16的这个加小 所造成的这个部分 那这两个呃都有 都有这些呃参数共用的 呃部分 那那那随着你的深度增加的话 深度增加的话 那一般我们CNN的部分 通常会搭配这种当身头的这个部分 所以它的解析度会越来越小 然后你会得到越来越好的这个 呃 feature 所以所以CNN的结构通常都会形成一种 呃金字塔形式的结构 金字塔形式的结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这个 它的呃 它的feature map的分布的话 在最前面的时候会是最短 然后就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形成像这样的一个金字塔形的一个结构 那如果是channel数的话 channel数就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但是像VIP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它其实并没有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它等于从头到尾 它的feature map的大小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然后channel数呢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那这种 这种的结构 有一个名词叫做isotropic 就是它都是所谓这种单一性的 单一性的这种呃 结构的这个形式 那这样子的形式也算是呃 算是tranform的这种结构 还蛮独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呃 结构形式 还也还蛮有意思 你们也好 跟跟我们的CNN 比较习惯的CNN的这种呃 金字塔形式的结构是呃 截然相反的两种的呃 设计设计 那这是一个各位可以参考的这个部分 那那基本上啊 呃 那有足够量的这个 这个你们可以看到哈 CNN它其实因为有这些 呃 inducted bios的这个 呃部分啊 所以所以呃 它可以用比较少的这个资料来 来学啊 那tranformer其实都没有 没有这些鲜艳的这个知识 那那是不是可以透过 给他足够大的这个呃 资料量哈 那他就可以克服这些 你即使没有鲜艳知识 他也可以学到很好的这些 特征哈 那那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造成说你的这个训练的 这个时间呃 会大幅度的这个拉长 大幅廊长 那在进入到这个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 那我们其实在前面 会看到一点就是说 当随着你的这个呃 data 你的model size不断的这个 增加的时候哈 层数越来增加的时候 那通常来讲哈 你的这个呃 准确度这些都可以呃 增加上去哈 然后当然你的计算的这个 这个需要的这个时间哈 也会也会呃 不断的这个增加上去 那那这个事实上有很多的论文都在都在探讨 这个部分哈 那这种呃越大的这个资料量哈 越大资料量那其实他事实上主要都会呃 呃要配合你的这个model也是要比较大的这个capacity哈 也就是你可能要比较深而且是要比较宽哈 比较宽哈 他才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效果哈 我们这边下面是呃 这里是imagenet哈 imagenet哈 然后这边呃 这个是google的这个zft300 300mm哈 等于是300 米领张的这个影像哈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 比这个imagenet这个是一个米领哈 至少大两个order 大两个 那你可以看到说 哎这个他本身来讲哈 他有这样子一个趋势 也趋势 也就是我们前面 有在跟各位提到的 当你的data size增加的时候哈 data size增加的时候哈 资料量训练的资料量越多的时候 你可以期望你的准确度是会增加的 可以看到哈 这个zft内152的这个部分会增加 但是这件事情不是每一个网路都会有 这样子的效果哈 那你会看到另外一个 这个是会板像 就是下面这一个 这个 那这个是zresnet50哈 zresnet50的这个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zresnet50哈 他反而到 zft300这么大的这个 zeta set的时候 他的准确度反而掉下来了 反而掉下来了 那还是比原来的这个还要来的好 但是没有比这个好 这边往下掉 这边往下掉 所以我们前面跟各位提到的就是说你给他越多的这个资料量 嗯 那这件事情你还要再加上一个条件就是你的网路本身的capacity也要够多 也就是他有办法可以学到这么多的这个设计 所以他的呃 呃 参数量这些可能都还是需要比较大才才有办法 才有办法 好 所以所以呃这个是好 那这个部分呃尤其在呃NLP里面是特别明显的这个呃部分哈 以下哈 以下的这个部分大概在这里 以下的部分在这里 那NLP的这个部分的这个 呃 宣数量哈是到这里边 呃 呃 各位要看一下这个单位哈 这个单位是这个是Tera Tera等级 Tera等级 我们一般以下的大概都是 都在 几百 m 大概通常都是小于一个b的这个 的部分哈 那 NLP的这个是这样哈 那 那NLP的当然里面的这个 主要的网络结构都是成former 成former 所以成former本身来讲哈哈 他这样子的结构本身就是可以很有非常大的这个capacity的这个部分哈 好那 那 隐含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用这样子的结构的话你给他更多的这个资料料他其实是可以学的更好 这可以学的那那那那NLP当然因为我们人在沟通本来就都是用这些语言 所以这个网络上的这些language这个资料量是无穷无尽所以是非常呃很容易去得到大量的这个资料可以得到这个呃部分哈 那那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一个呃部分这个部分用在vision看起来的样子是怎么样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那这一个图的 埃兆的部分哈这边就是imagenet 然后这是imagenet21k这是safety300的这个部分那分别针对几个不同的网络哈那这个BIT的这个部分就是一个rescue net的这个网络 嗯那在imagenet的时候那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个convolution的这个结构哎他的这个performance会还会比BIT要来的 其他的都是BIT圆圈的部分都是BIT的部分但是如果你到这个 这个trainning的这个资料是有这么多的话那BIT的这个结果哈 BIT的这个结果反而会比CNN的要来的好啊 CNN的调到调到这里来的哈 啊啊啊啊啊啊那你可以你可以看到说对呃呃成风的Vision成风而言那基本上你要让他达到那个效果的话你需要非常非常大量的这个呃呃 资料哈那对imagenet也他其实是有点overfitting啊也就是呃呃对imagenet 对他来讲其实应该说不够他吃哈哈他的这个这个资料量是不够啊那不够的这个呃部分 嗯所以呃呃呃所以呃唉呀呃呃是像这种呃呃这种呃呃呂这种呃呃 结构好这种呃呃仍神的结构啊从心的结构啊对于比较小的这个呃ért償自己比较 Dal的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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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这个呃呃呃唉呃呃呃呃呃这个呃呃呃呃呃呃 如果都是用VIT的话 你逐渐增加资料料 它会逐渐的上去的部分 所以Transformer确实可以学到 透过给它非常大量的资料 它可以学到很好的特征 所以我们用CNN的结构 加上这种鲜艳的知识来讲 它透过资料本身自己去学 到这些鲜艳的知识 它会学得更好 那这些会不会造成它 在计算上面 训练上面会花更多的Course 那其实不会 如果我们看一下 随便我们用相同的准确度来看 相同准确度来看 那你会发现Transformer所需要的计算时间 Turning的这个Bub数 那事实上还会比CNN的这个要来的少 那有人在做 当然会把这两个把它给合并 也就变成你的影像 这边前面的部分 先用这个CNN的这个结构 然后后面再接Vision Transformer 有人这样子来做 那这样子的话 一个好处是 因为CNN的结构 它对 它有这些鲜艳知识 有些鲜艳知识 那有鲜艳知识的话 它对比较小的Data Set 你的资料量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它会学得比较好 比较小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 有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来拆解 这个Vision Transformer的这个部分 看它的每一个不同的component 是不是真的 一定有它的那个必要性 比较性 那刚刚我们看到整个VIT的这个结构 VIT结构就是 我们把这个影像拆成16x16的这个page 然后我们做一个linear的projection 然后我们这些得到的这些token 或讲page 这个就是一个 然后我们会做这些NLP层 它等于在channel的这一层 做一成一的这个convolution 然后我们不同的page之间 不同page之间 那你可以做attention 或是做convolution 得到它彼此之间 不同page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你是不是真的 只能用self-tension 可以不要这个self-tension 可以把self-tension把它拿掉 我把这个部分 就直接换成了一个NLP 那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做 也可以做 那也有人做了这个 那这个事实上就是VIT做完之后 google他们又发了另外一篇论文 叫做NLP mixer 那这个结构 结构其实这样也就是把原来的self-tension 的这个部分 self-tension的部分 这边做 等于把这边的这个channel的这个部分 把它transpose一下 然后沿着这个方向去做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那这个其实等于就是你把不同page的同一个位置的 把它收集进入NLP 那这个在算什么 这个东西在算的这个部分 其实相当来讲 它就是在类似像我们做那个dash-wise的convolution的这个部分 我们前面再讲到 我们可以把你的三层性的convolution 你可以把它拆成dash-wise加一层一 那后面的这个channel mixing的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原来的那个一层一的NLP的部分 那前面的这个部分 它就是作用在你的这个spatial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类似一个dash-wise的convolution的这个计算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它就稍微转向 所以它就是作用在 它就用一个名词叫做token missing 那它的这个token其实就是我们的page 你就是算不同page之间的关联性 算不同page之间关联性 所以这个就是 那整个NLP mixer就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一个dash-wise加一层一 这两个交替着一直做 那我们先讲到这边先想 那么多分点 其实是我们算是在我们算是用在去的 咱们去点招联性 谢谢看